我今天很高兴 我们玉州2017快要开场了 我也是特别激动 而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相信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玉州文化 对 所以这个玉州文化其实就是玉文化州 对吧 对对 玉文化州 但是我觉得你太不可思议了 你能够把玉文化 还有时尚 美食 还有宝剑 而且包括文物 还有玉石的建设 全部放在一起 我觉得我已经等不及了 谢谢你的夸奖 其实这个玉文化州本身的概念 我是从一个就是说一种很好奇的 想要学习的观念去触发的 因为当时时候 因为我本人不是从中国来的 我是中国人 但是我不是在中国长大 所以我对祖国上面很多的一个想法啦 一个一个 一个憧憬啦 一个文化上面的一种探索者的立场 我常常去中国这几年 所以我接触到比较多意识的东西 您是从中国来的对吧 我是先在中国 我也是在天津长在内蒙古 然后呢 我后来是大部分时间在新加坡 哦 是这样 所以你是个国际的一个 怎么说华裔的意思 是 对我觉得这国际华裔 这个带我们整个世界上 是占了很重要的推动力量 也是因为我这样 有一点点自诩 所以希望能够做一个推动者 所以呢 Jade for the world 就是我们这个口号呢 叫玉满天下 玉满天下 当然就是这个玉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口碑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把这个玉呢 改成是个玉石的玉 为什么呢 就是Jade for the world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世界 把它拨开 然后大家一起来欣赏玉 是吧 玉它不仅仅就是说一种宝石 其实它对身体的健康啊 它对尤其你是设计界 非常著名的设计家 它能够跟fashion 就是时尚连在一起 那么包括玉呢 它在一直以来传统中国五千年文化 它表示一个人的品质非常好 我们叫千千君子 温润如玉的品质 所以我在想 我们行走在海外 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其实就是说带着我们五千年的 这些优秀的文化 行走在各个地方把我们的文化推广出去 而玉呢又是非常杰出的上一年形成的天地精华 它又有艺术 那么它又有它的品质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主题呢 让我特别的期待 特别的赞赏 你知道吗 我听了你一期话以后 觉得就是有很有这一种 就是要讲伯乐 对吧 伯乐的感觉 那么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 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体制中间 不管是书法啦 文字啦 甚至雕刻啦 甚至很多很多的这个文人的气质 都跟玉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说这个玉呢 本身呢 因为跟人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何天玉 对 是国玉对吧 然后它有玉玺 那么有这种跟思路有关系的一种 昆仑 昆仑的昆仑山 所以我这一次呢 也是因为玉的关系 玉粥 所以我想 不要只是有那个东西 要有一点眨眼 那么有一点品食品尝品酒 还有一种这个疗 什么叫疗呢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美国人很注重就wellness 就是身心健康 而不是一定是医疗 它是用一种渐进式的保养式的 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那么玉的方面就可以有一些刮沙啦 甚至有些跟身体上面的接触 上面的一些资讯 我们可以发布出去 我是这样子一个想法的 对 包括就是说 玉它的形成就是天地之精华 这么多年 那么玉的疗法像你说的 也是最接近大自然 最健康的 对 所以通过玉的这种熏陶治疗 就是护理 那么女孩子会更漂亮 我们一直讲亭亭玉粒 对 就是这样来形容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从古到今 这个玉是跟美分不开的 男子呢是温润如玉 品德也跟男子分不开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 你能够搭起来这样一个大平台 让海外的人们认识到 玉不仅仅是个宝石 它博大今生的文化 我觉得真是意义非常的重大 我最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像一个火花 可以燎原 那么大家 我们应该说是一个玉人 对吧 因为我最近的时候 跟我一个外国朋友分享 我说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个玉州 其实中国这个 中国的国字呢 中国 它是玉 以玉立国 所以我们有一个框在那 其实我说我们的玉州 其实那个框是invisible的 因为我们可以无限的扩大 也可以邀请所有的人来参加我们这个玉州 所以这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除了意义之外 而且好玩 对吧 我觉得特别期待的就是 你看你的这个 刚才做好多 我太喜欢了 你能把时尚这么多年 你在时尚界优秀的这些经验 非常杰出的这些经验 你能够把玉跟时尚结合在一起 这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那么配遇待遇跟现在的时尚 放在一起走在国际的大舞台上 我觉得太期待了 谢谢你这么多 这么的那个 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在展演部分跟很多部分 是其实有很多各方面的制作人 跟各方面的才艺一起搭起来的 虽然我是比较是说主意就是说推动者 但是这一些所有的不断的才艺 跟各个方面的制作人 其实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一把它介绍出来 包括什么呢 就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国厨 跟非常不一样的这个 非常会cooking 对不对 非常会 它来了 那这些来的事情跟你有关 所以我寻常请你介绍一下 那什么时候可以品尝到这些菜呢 淮阳菜啊 这次淮阳菜就是太值得人期待 我相信这是最到目前为止 在美国最高级别的淮阳菜的预宴的品鉴 那淮阳菜呢是中国的四大名菜 中国四大名菜里面呢 淮阳菜又属于文人菜 是在这么多年 它起源于淮安 阳州跟镇江这一带 它都有几千年 像阳州有2500年历史 淮阳有2200年历史 从这些这么多年的演变来说 淮阳菜的厨师是与众不同的 它需要有很多艺术细胞 所以它是加入了艺术的因素 加入了人的因素 是文人诗歌绘画 而且它非常养生 它是皇家养生菜 所以叫玉 那么我们又叫皇上菜 最开始皇上菜有资格佩戴玉 那么我们的这次淮阳菜的大师呢 我们请到了在中国 我们这个玉宴其实 玉就是说是官方的宴 那我们也把这个玉宴玉石宴 把它变成是个double的 一个音的谐音来讲 我已经看到了一点点 就是说秘密 当我们这次玉宴的 就是它只是一个 你看上去一道菜 那里面的配料 都是最有机的 而且是最新鲜的 看上去都不忍心 下口都非常漂亮 那么这个玉宴呢 这个师傅呢 他们是怎么样 因为我刚好是因为 由你来迎接一下 说我就在跑去南京啦 赶快试吃了一下 辛苦了 有些照片没有我最近 更有吃福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 那个师傅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位英师傅呢 Ricky Ying师傅呢 他有25年的 在整个的厨艺界 在这个厨艺界的丰富的经验 他已经在中国 是非常有名的 我感觉到他的心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发觉 当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或是他在定神 照张照片的时候 他眼神中间充满了光怀 跟慈爱之心 所以我感觉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师傅 而且平均上非常不一样 对他的艺术造诣啊 而且他曾经在德国三年 他熟悉海外文化 他一直致力于把怀洋菜 因为他是像我们的国宴菜 中国的国宴菜就是怀洋菜 他陪很多的 就是陪伴国家领导人出访 他为外国的这些领导人做晚宴 而且呢 外国人到我们像阿联区的王子啊 很多国家的政要到中国来 他是设计manual的人 设计台单 难怪他这么短的时间 我上次去南京反目六月的时候 他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坐下来谈了以后 他连夜就赶出来这个设计的灵感 也就是这次我们要带给这个 湾区的观众 三分是就近三个观众 这些美艳跟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快到了 我们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 13号和14号 这两天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而且这一次的宴席在中国在美国只有这一次 因为是英师傅和其他几位师傅 等一下我会讲 英师傅他们特地为我们玉州量身定制的 是量身定制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取了一个口号七言绝句的意思 其实那时候我是自己写的 这个淮阳宴淮阳什么东西的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看海报 最重要的事情说 我们除了这个师傅之外 我们所配备的这次的餐厅 非常不一样 因为里面的餐厅有同样几次的师傅 而且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品酒家 又是歌剧家的一个老板 那么他的名字叫做 叫 Niklian 我们叫 他呢 梁先生呢 我觉得这次为什么是说 非来不可 因为梁先生他研究了20多年酒 像每一道菜 中国的菜 亚洲的菜 辣的菜 不辣的菜 海鲜 和鲜 配什么样的酒 意大利的酒 还是加州的酒 加州的哪里的酒 怎么配 刚刚好能够提升他的口感 滋味 他非常的熟悉 然后这个上面 我觉得就说 我一直都是演你的粉丝 因为你出了很多这个部落格 写了中文 我每次想 哎呀 我如果有一天跟伊林一样的 这么文周周 而且有这么多的词汇多好 那这个中间我也知道你 就是两地的上面 你做了很多文化的这个食品 跟交流活动 包括跟很多的这个 有名的 假设来讲 这边的大师 曾文达先生 曾文达先生 也是你的 好朋友 对不对 你也帮他了很多很多上面的 写中文 对 中文方面都是你在写跟撰稿的 所以我这次非常的就是期待你能够帮我多一些这种的文藻跟文词去分享 因为我有些外国的记者会来品尝 但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这个淮阳菜 所以我自己其实是写是阳子 就是海岸边的菜 是吧 因为有别于这个上海菜对吧 对对有别于上海菜 所以你觉得上海菜跟它有什么不同 上海菜是在整个江苏省它从淮阳菜演变出来的 上海菜呢它比较偏甜 以淮阳菜更精致 更细致 所以淮阳菜的种类可能像殷师傅他自己创造了 他根据就是说像modern的像更现代但更跟国际接轨的 用最好的食材用最精益求精精准到几秒钟的这种烹饪技术 他创新了几千种自己的菜肴 淮阳菜里面 所以这有一个我听说有一个叫淮阳菜博物馆 然后又在淮阳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博物馆 而且说说自于就是说旧时期时代就有淮阳菜慢慢 因为那个是有跟海岸的它的材料 从江边各方面所当地所盛产的东西来作为最好的一个搭配 中国最大的淮阳菜博物馆就在淮阳 包括里面有品鉴厅 你可以坐在那里呢 看吃淮阳菜听淮阳菜的故事 看淮阳菜 我以后一定要跟你一起去 我这一次就是比较 这个行程比较匆忙 所以我只到了南京跟扬州 那么我这淮阳呢 他们也一直希望邀请我去 可是我时间太短 因为我想把这个玉满天下 赶快带回来给观众 来来来一下 所以我们再聊一下就是说我们13、14号 这个两个宴是在一个就在Uncle Yu 对吧 Uncle Yu 它叫做新华楼 新华楼 那么它正确的是这个位置是在 Livermore Livermore 也是一个盛藏酒区的地方 对 那一带呢 有非常有很多非常棒的这个餐馆 那么我昨天和前天在那里 我看到的就是宾客满堂啊 对 那我也看到现在这个小的宣传单出来了 很低调放在那里 但是我知道来的人呢 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规格 其实你让我写啊 我现在都觉得我所学了这么多诗啊 散文啊 我都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一个晚宴 13号14号晚上的晚宴 它的菜的优美 对 而且我说就说有些我们湾区的好朋友问我们说 这个很实惠啊 150块我们有这么6道再加上3道的餐前菜 那么这些倒数中加起来是150块又泡配酒 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点就说怎么讲 觉得有的人觉得贵的 有人觉得是非常的便宜 哦不贵 因为你会学到说这一道菜 海鲜菜辣的菜 中国的菜 亚洲菜配什么样的红酒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还是一个学习提高自己的品味 对 这一餐吃完了 品鉴完了 在出去你跟别人讲的时候 你的文学的修养 跟品鉴的修养 跟品尝的修养都不一样了 对吧 会让人家刮目相看 因为这些是在外面学不到的 对 所以就说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这个150块的一个在美国就是说像米其林级的这样子 其实算是说是非常的平价 一般来讲也都是要差不多300块280左右了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150块而且是非常优惠的 我们还我昨天也打听了一下包括税 那么小费也免了 所以这个是说全包了对不对 所以我讲说我们其实就是为了推广玉石文化 对 像就是玉满天下 把这个文化和一种养生的方式 和一种玉石文化跟现代文化 时尚文化走到一起把这个资讯带给大家 对 把一个更高品质的生活带给大家 对 所以我们是全部大家努力一起来为大家做一件推广文化的事 一个帮大家提升生活素质的生活品质的生活品味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为了我们所有能够来的嘉宾 我相信我们准备了一场他们前所未有的 这种味蕾上的盛宴 你讲的实在太好了 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联络 我们有联络电话 那么有网站上面也能够卖票 或是直接打电话到新华楼 我们的网站就是jweeksf.com jweeksf.com OK那我本人的电话我们也可以偷偷讲出去吗 415-398-400 因为一般人 415-398-400 也可以简讯给我 因为这个是我的 就是说从头到尾都一直有的这支电话 以前是我的一个商业 现在是我本人自作的电话 我会简讯给你 因为简讯给你 我可以有这个记录看到 是吧 就是非常好 是不是简讯给你 对 我现在还要呢就是说最后一样 我除了欢迎大家来以外 我要介绍你一下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框架的文化的项目 然后你的这个名称 我知道跟森林有关 跟种子有关 讲一下你这个方面好不好 我的自己这个小小的这个公司呢 都是当时我们是一群好朋友 热爱文化 那么我们又在各自的行业里面 像我在教育记做了20多年的写 专栏写了30多年 那么我们都有一些成就 小小的成功 我们又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希望一起来为世界上 来为因为我们都是在各个国家走的人 在生活的人 我们又爱到处去旅游 那么是深度有自己的这种进入 那么我们希望一起做一些文化交流推广的 所以呢我们就叫森林国际文化桥 森林呢 跟桥有关系 就是因为它是两方面的一个 对 沟通的一个框架 对不仅仅是就说把这个教育 我们包括你像做淮阳菜 我们把两边让美国的朋友尝到淮阳菜 知道淮安知道扬州非常优美的风景跟历史 我们也把淮阳菜记忆烹饪 带到了美国 跟美国的这些国际烹饪艺术学院 跟他们合在一起 让美国的朋友也来做淮阳菜 也来品鉴淮阳菜 也来学做淮阳菜 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 而且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淮阳菜的教学 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菜里面 它讲究的部分 其实不是只有刀工各方面 有一种艺术 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人家想要追踪你 还是想要欣赏的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多微信号 你有没有这个脸书上是怎么找到你呢 我在微信上面 在脸书上就很容易找刘依林 繁体的刘依靠大树 我喜欢树林 我当时叫森林国际文化教也是 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护森林 因为我很喜欢去爬山 那么我也希望保护地球 我希望我们go green 所以呢我当时就叫了森林 那么在伊林其实是我的笔名 我从12岁开始发表文章 那刘伊林依靠树林 非常好的名字我觉得 对微信平台呢就是半步之外 半步就是我认为 其实一生就是一步 你这一步走得好不好 一步之内是我自己 半步之外是整个世界 那么我希望我自己在半步之外 所学到的各种各样的文化 修养能够弥补和完善我的半步之内 我听了以后我真的觉得 我心的都非常的稳定下来 我觉得能够交到你这样的一部资金 真的非常好 那么我们就这样谢谢大家 我本人呢张英 除了在这个欲文化周制作之外呢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时尚的平台 叫做华城国际时尚周 华城国际时尚周 去年做过一次 是的 非常成功 很轰动 我们就是希望说都能够交流一些特别的人 人才那么时尚界的人从中国来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响应 我们的口号叫绝配 希望我们两个也是绝配对吧 今天也是绝配 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你们赶快来哦 对不对 谢谢 谢谢 我们13号14号 我们在晚宴上见 谢谢 再见 再见